老婆因为难孕 我们试管三年才怀上了龙宝 却因白月光被撞断腿 银产了已经成型的宝宝 她说 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生 我不想刺激她 她之前为白月光打过胎 这次银产彻底失去了生育能力 我也看清了她 我提出离婚后 她却疯了 试管三年 我老婆终于怀上了龙宝宝 新生命的到来终于让我们苦尽甘来 我们全家人都期待着龙宝宝 这将会是我们唯一的孩子 她是我们家最期待孩子的那一个人 但今天她给我发信息 她把六个月的龙宝宝迎产了 冰冷的字 冷不过我的心 龙宝宝不吉祥 克她我知道克谁 她追了整个大学的白月光 徐丽 我的拳头捏得鸽之响 强忍着怒气拨通她的电话 你告诉我 这是假的 我努力了三年 不想在最后几个月 从迎接新生命变成杀人 你疯了吗 因为我们的宝宝属龙 克她 害她出车祸成了残疾 我的老婆 我的发妻 用我的孩子的命 去满足那个死人的封建迷信 你怎么忍心 你为了宝宝受了多少罪 我吃了多少苦 你都忘了吗 我的声音发着抖 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假的对吗 你现在在哪里 我来找你电话那头 只剩沉默 我深吸口气 闭上了眼睛 这破班一刻都上不下去 我立马请了假 从手机定位找到了她 柳如烟 你试管三年扎的针 都扎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我的声音 在看见徐丽的那一刻 怒飙道顶 你刚营产就来找这个渣子 没错 我的老婆刚营产完 就来给白月光端水擦身洗脚 背对门口的徐丽 从病床上弹射到一半 拉扯到伤口哀嚎出声 柳如烟站起来 把洗脚水泼我脸上 你有病吧 在医院大声喧哗 我躲闪不及 被泼了一身 可我的眼睛 仍死死盯着她扁平的肚子 欲杰之气贯穿全身 小妻别气 我劝过如烟了 她 我 她妈怎么没撞死你 护士闻风而至 吉利把我和徐丽分开 病人家属怎么回事 再闹就出去 我冲血的眼睛死盯着柳如烟 有史之中 柳如烟都站在徐丽身前护着她 纪博答 你够了 我知道瞒着你们营产孩子 是我不对 可这件事是我自己的决定 跟徐丽没有关系 见我余怒未消 她也怕我控制不住打死徐丽 赶紧联合护士把我拉走 我们还年轻 还有机会 上次医生不是说我身体素质很好吗 能怀一次就能怀第二次 我们还会有很多个蛇宝宝 马宝宝 我们一年一个好不好 她激里呱拉的 全是为徐丽争取时间 我就那么可怕 她怕我打死她的白月光 可她亲手杀了我们唯一的孩子 回到家 我妈早就拎了老家的土鸡蛋 在厨房做饭 你们回来了 快让如烟尝尝这土鸡汤 我特意熬了一下午的 我妈在看见柳如烟的肚子之后 摔碎了手中的汤碗 肚子这是怎么了 她眼眶通红地跑过来 扶着柳如烟 如烟你 我实在不忍心告诉妈真相 不仅是我妈 两个家庭六口人 全都期待着这个小生命 柳如烟说打就打 一个人都没通知 包括我 她是真的很心 也是真的爱徐丽 我狠狠抹了把脸 把妈拉到房间 关上房门 我当初就不同意你们结婚 她性格强势自私 你非不幸 结婚五年了 试管三年才怀上的孩子 六个月了 现在说打就打 她不就是笃定你离不开她吗 离开她你会死啊 我真的要被你这个不孝子气死了 是啊 她笃定我爱惨了她 这辈子非她不要 要不是因为我是家里独子 我爸妈都要因为她跟我断绝关系 我妈哭得差点被过气 今天你得给我个准话 跟她离不离 我跟她也是大学同学 她是班花 她追了徐丽四年 我也追了她四年 当她从徐丽娜吃了闭门羹 总是会来我这里寻求安慰 我以为我的真心总能感动她 事实也是 她毕业后接受了我的追求 很快我们就领证了 但她从没发布朋友圈 她说她不喜欢太高调 结婚这种事很私密 只要我们过好日子就可以了 你觉得呢 我听你的我们的朋友圈好友重合率很高 为了照顾她的情绪 我强忍着喜悦 独守这份快乐 婚后我们的日子不温不火 我每天下班回家 洗衣做饭做家务 没有让她为家里操过一份心 她可以安心的为事业打拼 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业务员 短短一年半就晋升到了副经理的职位 眼看着要内部竞聘市场部经理 她辞职了 因为徐丽从国外回来了 我不知道徐丽怎么说服她辞职 我只知道结婚两年查出她男运后 我曾建议她安心在家被孕 我的收入足够我们生活富足 可她不愿意 不想为了生孩子失去自我价值 我也同意了 直到后面她去了徐丽的公司 不得不说 她的业务能力很强 成为了徐丽强有力的左膀右臂 帮她把公司经营得井井有条 市值大增 甚至徐丽公司的员工一度以为她是老板娘 才这么尽心尽力 在外人看来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不管是事业上还是生活上 都是双剑合璧 所向披靡 有一回她出差几个月 回来后就拉着我去做试管 那时候的我开心地抱着她转圈 以为她终于想通了 却没想到是因为她对我心怀愧疚 而我最不缺的就是愧疚 我需要的是她全心全意的爱 这几个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对我的态度简直是百依百顺 我以为她终于被我感动 可没想到这等待着我的 是一把利剑 刺向了我和我的母亲 我看了眼紧闭的门 又看向哭成泪人儿的母亲 这五年 是我的任性 才让母亲跟着我难受 强扭的瓜不紧不甜 还会很苦 明白这个道理 我花了五年 你难受就先别动 截肢是大手术 事情处理完我就过去 可是那你等我 等我和母亲从房间出来的时候 正好听见她打着电话出门 小产过的身体贱不如飞 肩肤淫妇 母亲气不过 回房门时狠狠摔门泄气 我去厨房收拾残局 满地的鸡汤还冒着热气 我连着请了好几天的丧嫁 全公司都以为我家死了人 纷纷劝我节哀 没想到徐丽这起车祸 竟然是本事最大的事故 新闻里滚动播放 她出事的那段视频 肇事者到现在还没抓住 而柳如烟已经三天没回家了 我去医院找她 却被护士告知 她必须尽快拆除子宫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作为她的丈夫 为她签署了最后一份手术同意书 至于她自己愿不愿意签 那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了 她六个月迎产 本就对身体伤害极大 还不好好养着身体 到处乱跑就算了 还干护工做的体力活 别说子宫 整个身体垮了都不奇怪 这是我最后一次保护她 叮 扣费短信提示 已消费三万多 前面的未读短信秘密扎扎 我通常都懒得看 这一次也是因为正好弹了出来 我才看了一眼 我的卡一般都是她在用 出了什么事需要用这么多钱 难道是她身体出了问题 自从徐丽出事以后 她的手机我没有打通过 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她 老婆 我的呼喊耿在喉口 眼前的一幕深深刺痛了我的眼睛 她蹲着几十毛巾 然后扶着病床站起来 给徐丽轻轻擦拭身体 虽然身体虚弱 但她神清气了 仿佛为了徐丽能化身为女超人 永远不知疼痛 可我在她身边的时候 连根针都不愿意她拿 生怕刺伤了自己 结果在徐丽面前 竟然做到这种地步 扣扣她转身 看见我的一杀表情 从心虚转到漠然 你来干什么 那三万块当我借你的 等我发工资就还给你 一开口就是跟我撇清关系 这么多年来 我跟她要过一分钱吗 我连我的账户有多少钱 都没有关心过 只担心她不够花 每天都拼了命赚钱 可这些钱说不定都花在了徐丽身上 徐丽从床上半坐起来 假装疑惑道 如烟 你还是去帮我付了手术费 小季还不知道 你不应该啊 公司最近亏空厉害 根本就不够你手术费 那个肇事者又没抓住 商业险赔付了也不够 这三万还只是零投 我也是没办法了 可你们刚没了宝宝 你还不养好身体 万一让小季断子绝孙怎么办 剩下一句话 她对着我做出唇形 那不是正合我意 原来 徐丽从一开始 目的就不是柳如烟 而是我 为了让柳如烟顺利还上宝宝 我这三年来替她操碎了心 她是典型的事业型女性 更别提示为了徐丽工作 更是卖了命的工作 中途好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 还是我去接回来的 本就难运的身体 因此更加亏空 我为了给她补身体 变着花样给她养的 她没时间运动 每晚睡觉前 我给她按摩全身 手动帮她运动肌肉 除此之外 我除了工作和照顾她 每时每刻都在关注试管信息 查找试管医院 做攻略 找人脉 但同时还得兼顾自己的饮食作息 调理好自己的身体 尽量让我的身体处于健康一波种的状态 增大受孕几率 几乎能排除的苦 我都让她完美避开 只剩下的就是试管时的 打针吃药这些我无法代劳的事情 但我只要有空 就是陪在她身边 她细致末微的情绪 都能第一时间感受到 那三年里 她也跟我表达过无数次的爱意 真挚的 我以为她真的爱上我 徐丽的挑衅令我上头 是个男人都无法忍受 是不是你搞得鬼 我几乎冲过去揍她 被柳如烟拦住 纪博达 你别无理取闹 三万块对你来说不过是毛毛雨 你叽叽歪歪还是个男人 看看啊 这就是我爱了五年的人 那我们的孩子对你来说算什么 我们离婚吧 她愣了 往我方向走了几步 我不同意 你怎么可能愿意跟我离婚 你根本离不开我 此时护士拿着诊断单过来 谁是柳如烟 过来签字 准备子宫摘出手术了 她震惊地看向我 手术同意书 是我签的 心狠到能拿掉六个月宝宝的人 怎么有资格做母亲 从她入职徐丽公司以后 所有的收入我都没见到过一分钱 反倒是她的支出只多不少 都从我的账上出 我从未过问过一句话 只因为我坚持爱她就要信任她 可现在我不得不怀疑 她的支出是否涉嫌转移财产 离婚手续耗事很长 提交离婚之后 还有三个月的冷静期 在这段时间内 我除了需要准备离婚材料 还要找出共同财产这部分的证据 只是我没想到 我的岳父母竟然还有脸找到我的公司来 几个 外面有人找你 我刚踏出办公室 一个巴掌就打了上来 你个白眼王 我女儿为了你做试管 上百根针管砸在她身体上 你竟然把孩子搞掉了 你还有没有人性 岳母红着眼睛冲上来打我 全公司都在看我的笑话 那可是龙宝宝啊 他就是无能 连自己孩子都保不住 算什么男人 不如死了 还不妨爱我女儿找个更好的 站在旁边的岳父更是口出恶言 你这个人渣 还签了摘除子宫同一书 你好狠的心 好多的心 要是我女儿有个三长两短 我一定拼了老命 也要你陪葬 我自问结婚后 没亏待过岳父母 逢年过节 红包好久招待着 甚至连这个宝宝的惯性权 都说可以给他们 毕竟我是真的爱我老婆 姓氏不过一个称呼而已 只是他口中没有一句实话 要是他们知道 是女儿自己饮的产 摘除子宫也是因为不摘 就会引发后遗症 有可能性命不保 我才是就他们女儿那个人 会不会感激我 不会 他们只会怪我 没有保住他的子宫和他的命 贪婪的人总是会既要还要 放心 离婚申请已经提交了 你们给柳如烟争取的自由 我给你们所有人都知道 我离不开柳如烟 他们都以此为把柄要挟我 可我现在不稀罕了 柳妇明显愣住 很快恢复脸色 哼 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 到时候别哭着来求我们复合 柳母接枪 就是 求复合必须要有诚意 双倍彩礼 双倍三斤 三跪九扣 来求我们还考虑一下 他们的痴人说梦令人发笑 总算知道以前的我是个什么样的窝囊废了 我们从此两清 你什么意思 你嫌我们女儿的这辈子都还不清 我全当耳旁风 从他们身边离开 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的手机铃声狂响 最后一次挂断 大门终于被打开 纪博达 你给我滚出来 你凭什么去我爸妈面前搬弄是非 他们年纪大了受不了刺激 你知不知道 我曾经的爱人怒气冲天地跑来找我质问 站在门内的柳如烟逐渐失色 那些让我无怨无悔的爱意正在从他身上 抽丝剥茧地离去 他不再是光芒万丈的柳如烟 柳如烟 你还记得你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吗 不忘初心 向阳而生 从今天开始 我认识的柳如烟已经跟我的宝宝一起死了 而你 别来沾边 我拨开他挡住我的身体 如同拨开了我人生转折点的木连 他的脸上终于出现了慌张的情绪 意识到这次我是来真的 他已经没办法再抓住我了 但多年的强势让他不会轻易低头 就连挽留还是那么高高在上 你服个软 我们这件事就过去了 我爸妈那边 我去安慰他们 我不信 你说不爱就不爱了 你说过能为我去死 我转身盯着他 盯得他浑身发毛 怎么 你杀死了我的孩子不够 还想让我一起陪葬 你在说什么混账话 无视他的声嘶力竭 我朝他摊开手掌 要是还给我 我不 他双手一倍 眼里有顾不服输的倔强 你骗我 说好了要爱我一辈子的 现在就因为一个孩子 就要食言 你还是不是男人 啪 我忍无可忍 我从来不打女人 你是第一个 这是为了我们为出事的孩子打的 现在你就给我滚 有多远滚多远 别逼我把你干的事情全都说出来 我的力道有点大 他小场后的身体完全扛不住 因为惯性直接扑在鞋柜上 你 你打我 鸡博打 你竟敢打我 我干了什么事情你说啊 说不出来你就给我道歉 他发了疯一样抓住我的衣服打我 我们家 是有监控的 你不会忘了吧 所有的发疯在这一刻停止 曾经为了我们的孩子安的 而卧室的银行卡 我很久没用了 可里面的钱不翼而飞 我不介意现在跟你一起去趟银行 或者警局 他的脸色在此刻完全煞白 身体瘫软在地上 呜呜地哭诉 哭诉我的钱如何转出 去了哪里 怎么替徐丽补窟窿 我这才知道 徐丽的公司已经被强制执行 他的账户一分钱都没了 柳如烟这么多年完全在义务打工 没有要一份工资 一块分红 为了支付他和徐丽两个人的医药费和手术费 他不得不跟他父母要钱 可他这一家吸血鬼 除了我给钱养着 他们还有个屁的钱 他父母大约知道我们婚姻出了问题 想着来帮柳如烟撑腰 这才到我公司闹事 纪伯达 你不是想离婚吗 我死都不会跟你离婚 可我警觉地意识到 这恐怕不是简单的资金周转的问题 徐丽是我们的学长 柳如烟从大一开始就一直追他 得不到就是最好的 即便徐丽花花公子的名号已经传遍了全年级 他也视而不见 总觉得自己是能让他收心的例外 直到徐丽出国 他才停下来看看身边的我 基于他的父母一直催婚 适合结婚的我也就成为了他的首选 当徐丽找到我的时候 我正好在办理离职 听说你和柳如烟提交离婚了 嗯 是个明智之举 不然你倾家荡产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徐丽西装挺阔 外表装的斯文 那里却是烂透了 可惜某人看不透 还非常赶着贴 如果你不想另一条腿也断掉的话 就管好你的嘴巴控制住脾气 是我的寒养 并不是我心善 结婚五年我没有查过一次账 除了对柳如烟的信任 还有我不缺钱 入账出账对我而言 每次都是数字的变动而已 可这次整理婚后财产才发现 结婚五年 我竟然猜几万的存款 我不想去深思背后发生了什么 是我对柳如烟最后的体面 至于监控 是我骗他的 我怎么忍心监视他 那个蠢女人 我只要随随便便一句话 他就像一条狗一样 为我侍从徐丽得意洋洋的语调 从下网上钻进我的耳朵 他还以为真的是你们的龙宝宝克我 没想到啊 你真的要断子绝孙了 他怀的不是龙宝宝 是独宝宝啊哈哈哈哈 狂妄的笑声令我肾上腺素飙升 狂击 徐丽连人带轮椅 被我一脚踢到墙边 他由于惯性大脑刻在墙壁上 你他妈有病吧 我哪里招你惹你了 被撞得头晕的徐丽晃晃脑袋 眼神重新聚焦后才回答我 你这个人 从里到外 从上到下 都惹到我了徐丽胆胆西装上的灰尘 漫不经心的说着话 你入学以前 我可是霸榜全校各大赛季奖金的 头号学霸自从你入学 每一年 每个季度 我参加什么赛事 你就参加什么 要是你记不如人 次次排在我后面 那也无所谓 他的声音忽然开始激动 可你就像从天而降的 bug 突如其来的外挂 试试压我一头 任何奖项都取代我拿了第一 我维持的主角光环 逐渐被你熄灭 我震惊于他的不要脸和玻璃心 全世界那么多优秀的人 都像你这样 地球还转不转了 徐丽 你真的是个疯子 我疯子 疯子也比你这个 强宝宋名额的小人强 神经啊你 我什么时候强宝宋名额了 我都没同意 忽然灵光乍现 我想起大三的时候 辅导员确实给了个宝宋名额 那是国内顶尖大学的名额 能进去的人绝对都是佼佼者 如果继续深造 肯定无法继续待在柳如烟的身边 恋爱脑发作的我 就主动放弃了那个宝宋名额 按道理说 这种珍贵的名额 都会优先给积极参加比赛的 极为优秀的学员 我和徐丽是当时为二的竞争者 我如果弃权了 那名额肯定是徐丽的 可她知道我保送之后 直接就出了锅 阴差阳错 被别人捡了漏 徐丽似乎也想到了这点 待在那里 但她忽然笑了起来 你想知道柳如烟 会迎产六个月大孩子的真正原因吗 徐丽什么意思 不是柳如烟担心龙宝克她吗 不是徐丽为了在我跟前 要武扬威做的局吗 徐丽 求求你别乱跑了 回去做治疗大老远就听见柳如烟疲惫的声音 她追着徐丽过来 看见我之后眼里浮现心虚 你怎么在这 我不会签字离婚的既不签字 又对徐丽纠缠不清 这还是我喜欢的柳如烟吗 快到吃药的时间了 我们快回去吧 柳如烟走到徐丽身边 眼里都是祈求 用着以为我听不见的声音说 求你了 快回去吧 马上要到阶段的时间了 回去吧 徐丽有阶段 我大脑当机好一会儿 等我回神 他们已经离开了 今天的信息量太大 我回到家还在试图 把这几件事情串联起来 首先是柳如烟打掉孩子的真正原因 其次是戒断 戒断 是我理解的那个吗 当我收到警局的传唤证时 正在做晚饭 不出意料 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了 冻结原因是非法入账和出账 涉嫌违法 让我依法配合调查 当初我发现动帐异常的时候 就已经有所怀疑 直到今天我才确定 柳如烟真的用我的银行账号 跟徐丽进行违法行为 从警局出来已经是深夜 目前为了配合警局破案 我的所有银行卡都被冻结 解冻时间无法确认 我靠在街边路灯上 看着迎来送往的车辆 恍惚里看见了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 那时候我才大一 未来的一切都那么光明璀璨 仅仅几年光阴 就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令人唏嘘 看了眼未接来电 我还是给母亲回了电话报平安 博达啊 听妈的话 这婚必须得离 就差最后一个月了 柳如烟就是天生反骨 你养不熟到我结婚的时候 没有人看好我和柳如烟 她太要强了 任何时候都不服输 职场上这股镜头 让她收获了成功 但在生活上却吃尽了苦头 妈 我知道如果修正错误 能让一切回到正轨 那我这次一定坚定不移的 选择放弃柳如烟 我对那天徐力说的话耿耿于怀 本想着抽空去医院问个清楚 却在路过戒毒所的时候 看见了柳如烟 柳如烟 陌生的称呼 熟悉的声音 让被对我的她僵硬了一瞬 她回头 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拼劲 她问我 你相信报应吗 我最近一直做梦 梦见我们的龙宝宝在喊我妈妈 她问我为什么不要她 她在天上选了好久 才选中了我 结果现在她没人要了 我心痛如刀脚 那天徐力说你迎产 有别的原因 你迎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你 也染上了 原来当初徐力出国 依然跟柳如烟保持着联系 结婚以来柳如烟慢慢接受了我 当她检查出来不容易怀孕之后 我陪着她一遍一遍做使馆 也让她无比动容 正当她收心 真正接纳我的时候 徐力向她抛出了橄榄枝 她追了四年的男神了 渴望不可及的白月光芒 让她去国外找她 于是她跟我说要去出差 一去就是几个月 她知道我一直想要个孩子 回来后她出于愧疚 就拉着我做使馆 整整做了三年 也是如此 我一颗真心牢牢地挂在她身上 当怀上的那一刻 我和她都如是重负 我们小心呵护即将到来的龙宝宝 不止一次让她辞掉工作安心养胎 但都被她拒绝 后来才知道是徐力不允许 徐力对她的控制涉及到方方面面 从精神到金钱 无一不在 可当时的柳如烟 完全沉浸在徐力编制的梦网里 无力挣脱 那促使你迎产的原因是 我的声音在发抖 真相离我越来越近 无法保证我知道真相后 会不会杀了徐力 柳如烟也灭而泣 不断重复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我们的龙宝宝 当初她怀上孩子之后 第一时间也告诉了徐力 徐力在公司公开庆祝她怀孕 隆重地仿佛是她的孩子 在那几个月里 不仅是我对她关怀备至 徐力也是每天续寒问满 就连公司的工作 也由此减轻了不少 白月光属性加成的情况下 柳如烟根本没想太多 心安理得地接受着她的好意 转折是柳如烟有一次 在徐力家中醒来 发现她正在往自己身体里注射 她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当时已经怀了六个月 而她根本不知道 被徐力注射过多少次 孩子肯定不能要了 但她不知道用什么理由迎产 她也不敢跟任何人说 只能用龙宝宝刻徐力 这种别角的谎言 柳如烟哭的声音沙哑了 才停下来 她曾威胁我也拉你下水 但我没同意我两眼一黑 不敢相信她说的每一句话 何德何能 让徐力处心击虑了这么多年 她这种渣子应该下18层地狱 自从子宫摘除手术之后 柳如烟就没有回过家 我们的离婚手续 慢慢到了最后关头 只差最后一星期 就可以顺利办理离婚手续 如果到时候她仍旧不同意 我只能上诉 目前她和徐力 都必须按时去借度所报道 她的症状比徐力轻很多 也相对容易借 但她放心不下徐力 坚持守在她身边 我只能尊重祝福 柳如烟三个字 我要不起 正当我以为警局 还要再找我的时候 发现他们通知我结案了 我跟这件事没有关系 最近几个月 从我账户划走的资金 正好去了徐力的账户 而徐力又将钱 都分成了许多笔小资金 打网了不同的账户 在尤人体现 很经典的洗钱流程 只是我的疏忽 我未曾认真看过短信通知 才会出现这么大的纰漏 对于警局结案的速度 我还是有些惊讶 多方打听之下 才知道原来是柳如烟 从徐力那里拿到了证据 证明了我的清白 短短三个月 仿佛过了三年 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真相 当晚就来了我家 你告诉我 我的孙女是不是真的因为柳如烟染上了财 财 母亲捂着嘴呜呜地哭 这些年我的辛苦她都看在眼里 为了这个孩子 我们全家都耗费了极大的心力 却因为柳如烟的不自爱 导致孩子没了 任何人都无法接受 当初怀上孩子的时候 母亲还畅想着带着孙子去小区六湾 每天拍摄记录小孙子的Vlog 她年纪大了 记忆力不好 就想着学年轻人的东西 帮助她记忆 正哭得起劲的她 像是忽然想到什么 拉着我的手往外走 快 我们去医院全面检查 你可千万别被感染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联想到几种可能性 母亲慌得裂起了好几下 最后还是栽倒在我怀里 博达 我可救你这么一个孩子 你可千万要好好打 我赶紧飙车到医院 把她送去急救 自己也如母亲医院抽空做了个全面检查 所幸我很健康 但我的母亲却没那么幸运 手术灯灭的那一刻 我的心也跟着死了 白布蒙着母亲的脸颊 我握住她上有余温的手 目光呆滞 她急性心脏病 抢救无效 母亲丧事举办的那天 柳如烟带着她的父母一起出席吊宴 柳如烟神情伪顿 反倒是她父母 面对我还是一如既往的趾高气昂 当初结婚时 他们就认为柳如烟是下架 能看得上我是我的福气 因此连带着看不上我的母亲 这几年也因为这些原因 让我母亲跟着受了许多气 为了柳如烟 我最终还是失去了最后一个亲人 我处理完灵堂的事情 交给柳如烟一个大信封 她没有拆 对于信封内的东西心知肚明 我不会离婚的 我很纳闷为什么 按道理她也不爱我 满心都是徐丽 现在我愿意放手 成全他们 为什么她还死死揪着我不放 我们结束了 柳如烟 这五年我不欠你 你把离婚协议签了 省得还要走起诉离婚的流程 柳如烟眼睛肿着 低垂着眼不看我 给我个机会弥补 妈去世我也有责任 我没想到会这样 都是我的错 原本她拥有一个令人艳羡的家庭 她只要好好接受我的爱 享受我的付出 就可以拥有比大部分人多幸福的生活 可惜她执意选择了另一条路 开工没有回头见 她又能怎么弥补我呢 我的孩子 我的母亲 都拜她所赐 离我而去 徐丽早已在国内待不下去 听说她丢下公司跑路 几百号员工都在找她讨薪 警方严密监察各个国际航空公司的登机信息 势必将她捉拿归案 但只有柳如烟找到了她 你害我家破人亡 我要你偿命母亲的后事料理完之后 我一下子变得无所事事 没有工作 没有社交 像一具没有灵魂的形式走落 过去几年像一场梦 有苦有笑有期盼 唯独剩个孤寂陪伴着我 几天后 我收到一份匿名包裹 只有巴掌大小 打开是一个U盘 客厅的窗帘过滤的阳光落在地板上 我坐在地上 看柳如烟给我寄过来的录像 要不说尹君子心大呢 国内环境都糟糕成这样了 徐丽竟然还有心思在地下酒吧里狂害 柳如烟找到她的时候 徐丽正喝得飘飘然 看见她还十分热情地叫她一起喝点 断片的徐丽压根察觉不到危险 柳如烟把她带到阴暗的角落 拿出藏好的匕首 藏在她一领处的摄像头 清晰地拍摄到了徐丽被一刀了结 而后她报了警 在警察来之前 她哭着自杀了 她自杀前 用手机对着摄像头打下一句话 我不愿意离婚是因为 我爱你风从阳光身上跳跃而来 翻起了桌上的纸张 离婚协议书最终还是没有给出去 但如果夫妻二人一方死亡 自动解除婚姻关系 我仰头灌下最后半瓶酒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时来的深情比草剑 但多少心里还是有些许唏嘘 银行卡解冻之后 我查看了下预额 仅剩几万块 但也足够了 我买了一辆摩托车 考了摩托驾照 开始了漫无目的的魔旅 去往了传说中的川藏县 一路上风光秀丽 我看见了路上虔诚的信徒 一步一扣 徒步到信仰的地方 而我迎着风 一路狂飙 最终停在了布达拉宫 我已在摩托车边 看着僧侣迎来送往 空气的心也仿佛被敌进 突然我睁大了眼睛 几个急步往前跑去 那是一个年轻女人 拉着有龙脚的宝宝 年轻女人测过身时 我分明看见了母亲的面容 母亲 拉着龙宝宝 从我面前走过 是不是她带着我的龙宝宝 开始了另一段新的生活 全文完 我看见了